2024年1月15日 向导集体 最初的光之灵性家族 传导 Sea Ruther 一者 扬声传导 亲爱的姨们 来自家乡的问候 今天我们一行九人 怀着如此喜悦的心情 与你们相聚 你们最近的行为 已经超越了界限 引发了一种 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是出现在你们星球上的 一个非凡时刻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 你们的空间已被保留 亲爱的姨们 你们有意到达这个时间 和空间的结合点 是值得赞扬的 在未来的一年及以后 许多人将重新评估 他们的合约和人生道路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启动某些事情的 神奇时刻 我们之前讨论过 涉及厄里斯和时间线交叉的天体聚合 气神星已经经历了深刻的转变 反映出于地球此时面临的挑战类式的挑战 气神星和地球相互连结 以相互平衡 就像你们星球上的社会 力求平衡一样 气神星体现了一种主导的女性能量 与地球历史上男性能量的主导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这两种取向本质上都没有对错 干部平衡会带来挑战 平衡现在就在那里 如果你们能够保持这种平衡 它就会留在地球上 如果他们能够将其锚定在系神星上 平衡也会保持在那里 大多数情况下 地球上的人们还没有感觉到时间线的交叉 但厄里斯已经感觉到了 虽然地球上的大多数人 可能没有意识到时间线的交叉 但厄里斯已经经历了它的影响 地球上女性能量的运动是微妙的 使得许多人无法察觉 然而变化的迹象正在出现 为未来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些转变将为女性能量与男性能量和谐开辟道路 认识到对这两种能量的需求至关重要 这反映了系神星和地球之间的共生关系 你们的身体正在经历多方面的调整 以利用其所有属性 预示着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新时代 游戏 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无限的存在 参与着一场迷人的假装人类游戏 从你们非凡的存在中获取一个短暂的插曲 这类似于展开一个游戏版并策略性地 放置每个游戏快 在这场宇宙剧中 你们有意识地选择你们和你们的尘世容器想要体现的角色 这个过程的宏伟壮丽令人鼓舞 作为无限的存在 你们甚至无法计算你们的化身 为了深入研究这个有趣的场景 请允许我们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让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位名叫乔治的年轻人 他有着简单的灵性 渴望平静地参与有限存在的游戏 尽管是男性 乔治却偏爱尽量减少男性能量的重量 为了达到平衡 他选择体现女性能量 这项决定为一段非凡的旅程奠定了基础 乔治拥有挖掘周遭人能量的非凡能力 他的同利心本性如此明显 以至于他在不知不觉中 从别人那里感染了一些童年疾病 这种高度的敏感度 迫使他掌握在自己的身体形态中 设定界线的艺术 当乔治经历这个转世时 他发现了平衡能量 和为人们提供所需的与生俱来的天赋 乔治意识到 他的能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在集体环境中比一对一互动更有效 当他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时 他们形成了一个俱乐部 一个类似于你们今天可能称之为 宗教或信仰体系的社区 乔治悄悄地进入了他的世界 他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尽管他的大部分影响力仍然处于休眠状态 但他发现自己在幕后策划变革 乔治巧妙地拨下了其他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现的光的种子 用心发现的光赋予自己力量 他的遗产并不以公开的认可为标志 而是以他所引发的安静 变革性地连一位标志 乔治擅长播下改变的种子 甚至将这项技能传授给其他人 当一个人掌握了人生课程时 这是一个自然的进步 精通既改变了催化剂的角色 又唤醒了身为老师的你们 这是自发性的转变 即使不立志当老师 学生总是会出现 乔治开始与个人合作 直到他们谨慎地赋予他人权力 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随着乔治灵性的发展 他的朋友和学生之间出现了和谐的合作 每个人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集体努力的重点是重新连接和设计项目 旨在拨下光明的种子 促进社区发展并度过不和谐的时期 乔治以其非凡的能力而闻名 当乔治去世并离开他的肉体时 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为他庆祝 但从灵性的角度来看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在他去世后 乔治被宇宙力量征兆 前往宇宙中景张局世家剧的热点地区 他的使命是静静地拨洒光明的种子 促进不和谐实体之间的理解和团结 乔治召集了他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 形成了一个灵性联盟 他们一起执行评估行星局势的任务 策略性地留下某些成员来化身 并向关键地区注入光的种子 这种微妙的影响 仅靠灵魂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却对那些行星上的居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灵性光族 在灵性领域不受物理限制 这个群体被称为原始灵性光族 乔治的专长在于解决不同星球上 各种转世所固有的普遍不平衡问题 事实是 你们目前住在人形形态中 但还有无数其他形态并存 尽管形象各异 光种的普遍功效始终不变 利益一切众生 乔治和他的疗愈团队 不知疲倦地穿越了宇宙亿万年 每隔一天体热点出现时 乔治和他的团队就会进行远端评估 制定提供援助的策略 沉默的大使依然存在 团队开始与能量建立联系 无逢地穿越了时间线 他们参加全面的会议 集体审议正在展开的事件 讨论潜在的转世志愿者 乔治的方法以男性和女性能量的微妙平衡 为标志促进了重要的光种子的不引人注目的种植 虽然许多老师化身在不同的地方和方式 但乔治的能量始终散发着安静的力量 地球上男性能量的激增可以归因于女性能量的觉醒 男性能量感到必须进化 再次维护其力量和可见度 这种不断发展的动态在新闻周期中经常出现 导致你们星球上冲突的普遍发生 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之下 大多数战争的根源都在于一个共同的根源 游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主要是由男性能量的竞争本质所推动的 觉醒更新 地球目前正处于巨变之中 控制和竞争失控 但不要害怕 因为乔治就在这里 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 是的 原始光之家族的对五线在就在地球上 那些选择转世的成员留下了记忆 但带来了光明的种子 随着集体意识的发展 通常已机会或敞开的大门出现的光的迹象将变得明显 无论身在何处 那些与原始灵性光族相连的人都拥有适应 成长和实现其目的的能力 预期重大变化 包括无法承受更高振动的系统变化 地球上普遍存在寻求真理的现象 促使人们探索不同的观点 没有唯一的真理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真理 反映了人类 错 纵 复杂的实验 头脑和心灵之间的平衡是表现的关键 这个过程需要克服过度思考或情绪失衡的挑战 许多人已经掌握了人生课程 转变为教师的角色 理解病与催化剂 那些触发人生教训的催化剂 达成一致变得更加可行 尤其是在乔治和他的团队的存在下 现在是重新平衡的好时机 时间线的融合预示着一个以多种方式平衡能量的神奇时期 当你们步入新的时间幻象 或者更简单地说 新的一年时 风景已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 这是寻找你们自己的光明种子 辨别你们生活中真正渴望的东西 找到他们并学习如何与他们合作的好时机 在这个转变中 你们中的许多人会发现困惑的事情变得清晰 而你们一直在寻找的追求可能会意外地实现 即使在你们的思想中 新的想法也会出现 未长期存在的问题带来解决方案 凌晨三点俱乐部重新登场 亲爱的朋友们 凌晨三点俱乐部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仍然充满活力 虽然过去对某些人来说 它恰好发生在凌晨三点 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 有些人可能会在凌晨一点起床 而有些人可能会在凌晨五点起床 对于那些一丝不苟的追踪睡眠时间的人来说 这种转变可能会令人沮丧 有时你们的灵性需要关注 这促使我们在半夜叫醒你们 拨下一颗美丽的种子 然而当夜间醒来时出现恐惧或担忧时 这就会成为一个挑战 偶尔 你们可能会偏一眼时中 担心即将到来的重要日子经历不足 催促你们赶紧回去睡觉 这种负面情绪阻碍了 促使你们觉醒的光之种子的种植 有时 它可能是衣裳梦境般的迷雾 笼罩着你们的能量 留下你们脸上的微笑 心中的希望 亲爱的衣们 你们每个人都是神奇的存在 我们的角色就是向你们展示这种魔法 揭开你们的真实本质 在你们的面纱一侧 创造出一种家的感觉 有趣的发展即将展开 地球在宇宙中的独特性 地球是一个非凡的地方 与宇宙中的大多数其他地方有很大不同 这款游戏与众不同 从极低的震动开始 几乎就像是浩瀚宇宙中的一次大胆实验 地球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虽然它可能不拥有所有领域中最先进的生物 但由于其居民经历了无与伦比的增长范围而脱颖而出 现在聚光灯聚集在地球上吸引了来自各个角落的注意 乔治和他的团队将引导人类完成接下来的关键步骤 亲爱的衣们 你们的脸上挂着美丽的微笑 因为你们能感受到能量 转身寻找乔治 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人对你们微笑 拥抱这段旅程 因为你们是大家庭的一部分 最初的光之家族现在就在地球上 我们怀着最大的荣幸 请你们以最高的尊重对待彼此 并利用每一个机会互相培养 在这个假装人类并互相帮助的美丽游戏中 一起愉快地玩耍 这不是一场比赛 而是一场游戏 旅行愉快 SBOVAL 谢谢你们接受你们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